熬夜是指在正常的睡眠时间之外 继续保持清醒状态 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作 学习娱乐等各种原因 很多人都存在熬夜的情况 然而长期以来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熬夜 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首先熬夜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物中 人类有一个内部时钟系统 叫做生物中 它负责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和睡眠模式 当我们每天晚上按时入睡并早起时 这个生物中就能正常运转 但是如果频繁的熬夜 打乱了我们的作息时间表 那么这个生物中就会被扰乱 并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 其次在心理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危害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 睡眠与心理健康之间密切相关性 缺少充足的睡眠会导致注意力不极度 记忆力下降思维迟钝等问题 并可能引发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障碍 此外在身体方面也存在许多危害 首先是免疫力下降 睡眠是身体修复和充电的过程 缺乏足够的睡眠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 容易感冒发烧等其次是肥胖问题 长期熬夜会扰乱人体内激素分泌平衡 增加食欲并影响新陈代谢 从而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问题 此外还有心脑血管病的危害 长时间不规律作息可能引起高血压 心率失常等问题 并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一个严重的危害 就是对皮肤健康造成损害 睡眠不足 会使得皮肤变得暗淡无光 出现黑眼圈和细纹 并且容易引发青春痘等皮肤问题 总之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 频繁的熬夜对身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频繁的进行这种行为 并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 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身心健康 好的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朋友 请点赞关注转发 学会了也可以在评论区里打 学会了 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 我是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